海東紅烏龍以及樹翼黑竹鐵 水腫適用 木炸鐵觀音跟樹翼黑竹鐵 找得酸痛 但是你聽完說你可聽我跟講 就像露驚斗魚一樣輕易 阿嬤的配方呢 終於出了 升級版 升級版就是 黑炭加上很多很多的茶葉萃取 那像是這個呢 就是木炸鐵觀音 加上黑炭萃取 就是兩個合成嘛 因為它是升級版 吸水力變得更好 讓我們整個的水氣呢 加強排出 因為其實人有時候太潮濕 其實也不好 你看貼起來感覺沒什麼對不對 我等一下撕掉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 其實黑竹鐵它真的很不錯 它呢有含了台東紅烏龍 以及樹翼黑竹鐵 那呢它是適合水腫試用 你知道阿嬤的竹鐵呢 它是取什麼 夢中竹的主意來製成的 它其實對於身體的循環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輕輕撕開 哇哦 你看天啊 這個 就是我多餘的水氣 你一整天喔 你就這樣睡覺喔 睡個七個小時八個小時 它就變這樣子 我個人覺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它算是水溶性的貼物 它也是黑竹炭製成的 然後你看黑黑的 這個就是黑竹炭製成的 只要起床之後呢弄完之後 就可以把它撕掉 想要快速的話 你就是其實拿紙巾 穿一穿就可以了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乾淨 我覺得它這個腳步很厲害 因為它這裡是做 所以它也不會勝出 它呢走路呢 你也可以正常走路 就是睡覺起來的時候 你也不用怕手挨啊 會不會噴出來 然後走路還要點腳啊 其實完全不會 而且你看 它黏性非常強 它主推其實裡面還有一個 腳鑽 我要告訴你貴姊專業 然後呢還有 進行方式用 進行方式用是模特兒吧 因為有時候模特兒都要站一整天 其實也是很恐怖的 來跟大家講一下 腳酸的 腳酸的呢 它是用木炸鐵觀音 跟樹翼黑子貼 那木炸鐵觀音就可以簡輕 例如說腳的痠痛啊 有時候運動員 或是運動完的人 其實也會有這種問題 就是等於說 啊你這裡很痠 但是你貼完的時候 你可憐 我跟你講 就像做金斗魚一樣輕易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紫色的包裝是 緊繃適用 有時候你上班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就需要用緊繃適用 有一些狀態 例如說 你今天去面試啊 很緊張啊 這類的 然後你晚上 就可以好好的說 它是加入了 阿里山景軒 和樹翼黑子貼 然後呢 它裡面 當然還有什麼 紫草 可以像阿里山景軒 這類的成分 在裡面 它有兩片的 PAP 而且它這裡還有很好的 它有 就是用這樣子 會比較好使 還有一個 我覺得它非常貼心 因為它只要碰到水氣 或碰到濕氣 它就會產生作用 所以呢 它這裡是做一個 就是防血包裝的包裝袋 嗯 好香喔 它真的有一點點 菊草味道 我們使用之前 你再要搖一搖 為什麼 因為讓它平坦 然後呢 它有兩個面 你看喔 這個面 跟這個面 通常這個面呢 是貼膠片的那一面 因為它真正發作用的是這個 布居布這一面 怎麼貼呢 撕掉 撕掉之後呢 輕輕的 把它弄平坦之後 看到有字的這一面 貼上去 然後呢 你在這裡把這個撕掉 我告訴大家 腳的凹槽面就是這樣貼著 輕輕的 就貼好啦 你看到 這樣就可以去睡覺了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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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 它真的就是台灣MIT 然後呢 小隻女孩 入手 輕鬆 好 希望這個東西可以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它非常適用於所有很精神的人 只要你是很常顧身體的人 在意自己身體的人 你就可以去貼上重心 它 是非常好的 身必備你的 番茄之力 這邊給大家 ? 在上面